天父的孩子 今天都好吗 谢谢上帝让你陪我一起灵修 罗马书五章十九节 因亚邦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耶稣义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人了 有没有人问过你 你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还是义人呢 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 圣经已经对义人和罪人下了定义 只要你相信耶稣赦免你的罪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 你就是义人 不信神独生子耶稣的名 就是罪人 因为圣经说 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圣经记载 亚伯拉罕欺骗了亚比米勒王 神没有责备骗人的亚伯拉罕 反而将获给心中正直的亚比米勒王全家 还骂他是个死人 为什么呢 难道上帝搞错了 不是的 圣经说 亚伯拉罕 因为信 在上帝的眼中被称为义人 而义人和罪人是身份 跟行为无关 当义人亚伯拉罕犯错 不会变成罪人 而是个做错事的义人 相反的 一个罪人做了很多的好事 并不会变成义人 顶多只是一个行善的罪人 好比 你是你爸爸的儿子 隔壁的同学是邻居陈波波的儿子 陈同学 功课再怎么好 都不会变成你爸爸的儿子 而你 功课再怎么差 你还是你爸的儿子 因为 儿子是一个身份 跟你的功课 好坏是没有关系的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 凡接待耶稣 信他名的人 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 当你信耶稣 你就成为天父的儿女 罗马书第八章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招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也就是说 你已经因为信耶稣的名 得儿子的名分 你就是上帝 预先认识属于他的人 你已经被拣选 变得与他儿子耶稣的模样相似 你已经被呼召 天父已经给你义人的身份 并且把荣耀赐给了你 所以你不仅是个 蒙恩得救的义人 你还是个充满上帝荣耀的义人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做今天的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又为你复活 因着耶稣的血 天父已经赦免了你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的罪 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 你已经 因信称义 永远得救 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你必因信得生 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 你已经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备受恩宠 永远记得 天父爱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